有沒有沉過船? 有 總之不讓大家想到那麼慘情 我覺得最難聽又深刻的 你越見越多人 原來這個香港也挺有趣怪怪的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米問未答 今集主題亦是關於一個IG的項目 這個項目是分享一些妓女的日常小故事 今集嘉賓就是這個項目的版主Himari 而這些小故事就是她每天的親身經歷 18歲入行 做了4年 現在是23歲 那時候沒有上班 然後有個朋友說 我開了一個場 你會否過來幫忙試一下 純粹好奇之下就入行 記不記得你接第一個客人的時候 心情如何 怕臭 不懂得做 真的不知道原來是要一起洗澡 以為就這樣睡在床上就搞定 因為大家都說是快錢 當時你是後等錢花的 也不是後等錢花的 純粹好奇是怎樣運作 你怎樣形容這份工作 我覺得跟外面的關係差不多 所有服務性行業都要被人訂單 你搞了一家收錢 多了一件事 只是教育而已 離情我願 我自己去玩 那些人問我回哪一行 那時候我都會直接說 我做雞的 喝酒那些還開的 長期喝醉酒被人撿私 都被人撿私了 也撿得多了 又不是處女 不如拿這件事去賺錢 你會有不同的配件 我看有Nuru那些1200 即是打飛機那些 如果口包那些1500至1600 有些1800我都見過 那真是開大 即是搞賣東西的話 通常市價是2500左右 我看有些7000都有 那靚酒便便宜一點 覺得自己都切著數了 其實是否有很多五花百門的玩法 是我們不知道的呢 最近有些新的就是 600元聊天計劃 不脫衣服那只 那客人肯比就OK了 平均一天你會做多少個客人 我自己說我平均做兩個就走 但我見有些可以做到三十幾個才走 純粹是好性心問題 即是想鬥贏那個女生 你做了二十幾個 我做了三十幾個 即是你們之間是會有行內的競爭的 一定有的 多女生的地方一定多是肥的 怎樣可以保障自己 可能真的健康那邊 我自己的話就兩個星期檢查一次 因為檢查一次 那個報告要等一個星期 我都見過一些女生 就算被人中心了也不清楚 別人的答案我中心一定有的 通常說肥 肥我就一定是 我都標榜自己是肥的 其實 哇你像豬一樣收到這個價錢 那我就反應 你很好看 你很英俊 有一些很難聽的用語 沒甚麼所謂 你那一句我又不是真的臭 你吃不到你就覺得臭 你沒錢給你就覺得臭 我會這樣想 不用那麼介意別人想甚麼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的 我個人又很放得開 我都是這樣跟別人說 我做雞 對呀 叫了雞了 叫了誰 你叫了他 下次記得叫雞找我 所以其實沒甚麼可以傷害到我 如果有一些客人是 你不是很享受性事 或者你不是很享受這件事的時候 你不會難受嗎 我當然會難受的 我覺得最藍頂有深刻的 真是 身形比寒大 我不太介意這件事 但它有發出一些臭味 即是它不整潔 你當然不想被人唱 照做吧 打算自己頂得順 脫衣之後它是更加臭 洗完澡它也是臭 而且我不太能找到它下面在哪裏 即是比較細 我自己真的黑臉地對著它 就希望它以後不要再來找我 你不直接說 我的話會 嘩 這麼醜 我找不到你 你說別人 你找到一個鼻塞的人做你 我今天鼻子很痛 拿了一本劇本上來 說它是唐僧 我是蜘蛛精 我不知道它是甚麼概念 我都照做 頭一個小時就在這裡看劇本 一開始都是跟它說 求求你教我 到最後已經說到 求求你教我 麻煩你求求求你 求求求你 差不多到時候 但它搞了 一分鐘也不用它出動 我打算結束 不加鐘 我還說照加 然後在這裡聊 你對於這個劇本有甚麼感受 我怎知道它下一次真的會找我 下一次我變了普風女神 編劇的賣單好像也有四千五千 一開始他跟我說他很喜歡打羽毛球 我也是 哪裏哪裏有羽毛球隊 然後他突然叫我躺下 然後拿一張頭針出來 我感覺到怪怪的 對 真的是你去探險的頭針 很大舊的 我不管 我又去照 我看他照得這麼專心 當然是電話 然後他突然說了一句 原來這個位置在這裡 陰棚也是在這裡 原來是這樣 不好意思 很久沒見過女人 我就不知道很久沒見過女人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他蒙著眼出街還是甚麼 I don't know Ember 我試過做一個拔套 就是做一個鐘 一顆可以拔七個套 我就真的會踢開它 踢到床 有些我也試過被人偷影 但是那個客人是想不用套 我會拍他轉頭 放回那個相片 你越見越多人 原來這個香港也挺多奇奇乖乖的人 真的很危險 因為房間只有你和他 你怎樣保護自己 我身上是沒有的 但是我有聽過有女生 是試過可能那客人是有雙豬的 進去就強行禁著女生進去 我們不是一群姐妹 不是一群姐妹的 就是一群認識的人 就跟她說 我們以後都不做你生意 會不會有些客人是 我想來時鐘酒店 會有人要求 你看那個女生肯不肯 我就不肯 你離開後 首先你沒有了你的姊妹 你去那個地方 你又不知道 她又沒有任何人佈住你 你都會怕危險 所以都是在自己的地方好一點 只是聽Himari說又怎夠 要全面了解Himari這個人 這個專業 還有另一位版主 Aya 她雖然不是從事相關行業 不過平時聽到Himari 分享這麼多故事 她就會將這些故事 視像化出來 這個專業這麼漂亮的插畫 就是出自Aya手筆的了 我跟她是中學師姐和師妹的關係 我當初聽的時候 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上這些工作 因為我自己也會有一個印象 是覺得 做這行好像不太好 會有一個負面的印象 她有跟我說過會痛 因為你知道下面是一個很脆弱的地方 可能你又不知道那些男人 是溫柔對你還是粗暴 那你是很容易受傷 那就是有一個客人很想跟她玩SM 不是 她是直接兜包車 她就算她不會洩帝也好 她會還手 但是那一下你不會反應得到 我去勸她不要做的原因 不是因為外面的評價不好 還是我單純覺得 你做下去會不會令自己身體不舒服 因為其實我認識她很久 其實她是一個很缺乏安全感的女生 她也是一個很以朋友為先 但是以自己的感受為後的一個人 有時候我都會很想她多點去愛惜一下自己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高壓的環境長大 她這個歲數已經經歷了很多人生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她不應該可以這麼早熟 她是很容易走 你認識久了 你就會發現她其實也是一個小綿羊 其實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 當然我家人都知道 因為他們完全是不會想關心我 做甚麼工作 總之你賺到錢就可以了 我都有想過 我會不會一開門見到我爸爸 我爸爸也不是玩開我翻的那些類型 一定不會見到的 我試過遇到朋友 我自己忍不住自爆開了燈 很久不見了 最後都是吃煙 吹陣睡 你有沒有沉過船 有 她又說你現在在哪 我下班了 我過來你家找你 我見到挺英俊的 然後一出來做 那時我有一位男朋友說 你繼續回這一行 我不介意 大家都沒有感情 純粹說有陪伴的 就繼續回 然後分手之後 都說是時候要上來了 然後又拍拖 更加不會回你一行 你有得上岸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上岸 你不可以拖 其實有甚麼因素 令他們一直在浮沉 一個星期你繼續賺到兩萬元 你很開心 根本上不到你 又不用怎樣做些甚麼 你一個小時可能都賺二千多左右 你出去 未必有一份工作 可以一個小時賺這麼多錢 我的話最高峰 一個星期有十萬 但是你說的是你一個星期 翻速七天 很勤力的 原來是可以高峰期 是一個星期十萬元 你放棄到嗎 我放棄到 都夠用 家裡又不太大 買這麼多 現在就沒有做 可能沒有做四五個月 現在人工和以往是相差多少 以前的話 可能你當我最少平均 一個月五萬 現在可能一個月四萬 因為餓了兩份工作 我覺得都不算重 首先我覺得回這一行 不是作家飯科 就沒事的 你想轉換一下社交圈子 你就回到另外一些工作 我覺得這樣 現在的男朋友是知道你過往的經歷嗎 我知道我全部都會說 你接受到就在一起 你接受不到就在一起 也沒有說男生 有時女生朋友都會介意 有些會說 我們以前回到學校 不要理他了 一起了多久 兩三個月左右 沒有計算過你這麼久 接過多少個客人 真的沒有 但是好像 那天跟男朋友說笑 都好像萬人斬 那你衷不衷敬 一段婚姻關係 或者組織家庭 我有跟他說 想結婚 我不想抱這麼大期望 怕失望越大 外界都會看這份工作 好像很屈臭自己 這些世人給你的標籤 其實看在你 你會怎樣看 我會覺得很老套 沒有看這麼多電視劇 總之不讓大家想到這麼慘情 不用這麼關心我們 是不是真的這麼開心 其實我不見有哪個女生 好像很屈臭 大家都很開心 包括我代內 我也是 好像你這樣 當你認識一個朋友 你進去的 可能是hi by friend 也好 你下班一起吃飯 大家聊聊天 都很開心 有些人真的為興趣上班 他有賺到錢 有些更開心 不用想到好像 哎呦很可憐 被迫賣身 就不是這件事 全部都是自願的 有時候 我覺得是社會上 給了很多些 類型給你們 我也是帶著前次去做這個訪問 例如我會問 是不是屈臭 是不是因為錢 是不是做得不開心 為什麼要這樣 但是你令我完全 另一個感受 就是我今天接觸的你 我想 做記者這份工作 令我最開心就是 是的 我的確背了一個 這樣的勇氣 可以直接找到你 而亦都很多謝你 願意 跟我們這麼多觀眾分享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comment share 和like我們的片 還要按個鐘仔